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 实验器材 红色卡片两张 蓝色卡片两张 签字笔 实验步骤 一 两人一组分别扮演父亲与母亲 母亲取两张写上X的红色卡片 代表XX性染色体 父亲取两张分别写上X与Y的蓝色卡片 代表XY性染色体 二 父母亲双方将手中卡片左右任意的交换 之后互相选出对方其中一张卡片 三 将选出的两张卡片组合记录下来 还回对方后重复步骤二三次 代表共生四个小孩 四 收集各组的数据 计算全班所组合出男生和女生的数目 并记录下来 问题与讨论 一 男孩的X染色体及Y染色体 分别是由父亲及母亲的哪一方所获得 答 男孩的性染色体为XY 其中的Y染色体必定是由父亲一方获得 因此X染色体一定是由母亲一方所获得 二 生男生女的机会 理论上均为二分之一 各组生男生女的比例与全班相比 何者与理论值较为接近 答 数据愈多 所计算出来的比例会愈接近于理论值 全班的数据比各组的数据为多 因此会较接近于理论值 探究提问 请自行查询资料后 写出与人类性别决定方式不同的另一种生物 并说明此种生物的性别决定方式 答 我查询的是鸟类的性别决定方式 它的性别取决于ZW性染色体系统 ZZ为雄性 ZW痴性 5 7 7 8 7 7 7 8 7 7 8